澳门政改咨询启动至今 已经先后举办了五场面向不同界别的座谈会 但预留给公众发表意见的只有18号议场 新澳门学社发起了街头宣传行动 呼吁市民积极参与讨论 但唯一一场公众咨询会名额实在有限 他们就希望政府能够再加场 那现在政制难道会比电费架构 比轻轨更加不重要吗 那为什么要这样匆匆走过场呢 这个一月份的咨询是为未来的方案定调的话 是非常之重要 如果你在这个步骤里不略了公众的意见的话 就等于是偷换概念 然后再整个议题被你领导了 至于想出席公众咨询会的市民 首先要预先登记才能参与座谈会 学社就批评网上登记似乎太儿戏 难以预计实际人数 你填什么名又可以 电话乱填又可以 填两次一模一样的又可以 那就非常之粗疏 非常之草率的 那我希望政府不是因为面对市民 不重视我们的意见 所以这么草率 郑明轩又说 公众咨询只有一个半小时 每个市民只限五分钟发言 难以发挥作用 他们也将在下月四号 举办民间座谈会 收集广大市民的意见 阿雅卫视蔡飞行李冰冰 澳门报道 我感谢了 您知不知道